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各以家族为纽带的村庄 严谨的自治管理 使得户户声息相通 鸡犬相闻 各种地域文化在岛内盛行 也正因于此 巴黎岛上出现了很多神奇的村庄 譬如今天我们所要前往的本卡拉村 在世界各地 有特点的村庄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但像本卡拉这样 把残疾当成上天的礼物 因而固执了一百多年的村庄 还真是不多见 本卡拉村现在住着三千多个居民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流利地通过一种名为 卡塔克洛克的古老手语进行交流 那么为什么一整个村的人 都费心地去学手语呢 原来该村落聋哑现象频发 因为受困于一种名为 DFNB3的隐形基因 村里的居民已经连续七代人 出现了听力和语言障碍 最苦恼的是 村里听力正常的父母 也可能会生出聋哑孩子 而聋哑的父母反过来 也可能会生出听力正常的小孩 最终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村民们不再纠结聋哑症的起因 他们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手语 并且在全村推广开来 以方便照顾好村里的每一个聋哑人 更贴心的是 在本卡拉村所构建的小型社会里 村民们还会确保自己的下一辈 都能够掌握好手语 以保证村中的聋哑人 永远被平等且温柔地对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